书里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傍晚 骑的单车还有她和她都对她 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 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 莫文蔚是一个混血儿 出生在中国香港 是一个歌手 也是一个演员 莫文蔚最早在1993年 发行了她的第一张唱片后 进入了娱乐圈 但是这张唱片并没有得到关注 反而是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里 让她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1997年的莫文蔚也开始见露头角 卖出的唱片有80多万张 其中卖的最多的则是《做自己》这张唱片 并且主打歌曲《她不爱我》 也成了她的代表作之一 莫文蔚其实是一个比较潇洒 任性的女性 一直以性感著称 情人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漫漫和你走在一起 漫漫我想配合你 漫漫把我给你 漫漫喜欢你 漫漫的回忆 漫漫的陪你 漫漫的保持 因为漫漫漫是个最好的原因 漫漫 1999年被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 询为香港十大杰出衣着人士 2003年获得第五届 CCTV MTV音乐盛典 香港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奖 2008年获得韩国第五届 亚洲音乐节 亚洲最佳女歌手奖 同年 专辑拉火 获得第十九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国语专辑奖 2011年凭借专辑宝贝 获得第二十二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2013年 发行首张英语爵士专辑 Somewhere I Blanc 成为首届iTunes 同步发行的华人歌曲 2014年9月19日 在互举办2014末后年代 莫为二十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安安可场 而此次场地选址 上海大舞台 我害怕面对自己 我的意志 总被寂寞吞噬 因为你总会提醒 过去总不会过去 有种真爱 不是我的 曾经有一名记者 问莫文卫 虽然你长得不漂亮 不等记者说完 莫文卫就哈哈大笑地告诉她 我认为我长得非常漂亮 莫文卫的性格一直都是非常洒脱的 她曾经有一个初恋德国的玩伴 随后又和周星驰有两年的恋情 但是他们的分手是因为自然问题分开 而不是因为一些外界问题分手 分手以后 莫文卫仍然和周星驰一起打打闹闹 甚至为周星驰的新电影唱过歌 在这之后 莫文卫又和冯德伦在一起了 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不合适而分开了 莫文卫对于这些 以年计数的恋情并没有怀念 反而是潇潇洒洒地和过去告别了 回想那一天 喧闹的喜宴 耳边响起的究竟是许曲或完结篇 感情不就是你请我愿 最好爱恨却平凉不相见 感情说穿了一人生活的一人去见 男人大可不必摆个磨变 女人实在无需处处可怜 总之那几年 你们两个没有缘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 还是自己梦得无聊 笑前想念 映着你当光泉和他的照片 就摆在身边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在电影里 莫文卫与香港这座城市 一起历经沧桑 走过人生风雨 莫文卫曾经说过 初恋男友教我讲德语 星仔教我品红酒 冯德伦教我谈恋爱要开心 最后在2011年的时候 莫文卫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 在领奖的时候 她说这一次 我一定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经验结婚 果然同年的10月 41岁的莫文卫结婚了 她嫁给了17岁在意大利 陪她度过轻松岁月的德国男孩 也就是她的初恋 41岁的莫文卫 仍然在保持着性感 并不像很多的女性一样 做家庭主妇 相复教子 想要理解莫文卫的歌曲 其实并不是那麽容易的 想要理解决 唯一再自我撕裂 人生是无尽光源 有没有你在哪里 这是我 我的失恋 终于我和你在这里相遇 也许你就是我未经的心愿 这天我和你 当伤在遇见 只会你我看见 孟文卫有特立独行的做派 所谓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 而有些男人会觉得她很性感 她亦不介意在电影中 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行为 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 她的脸上写满了风情和自信 孟文卫的唱歌状态是充满着激情的 而且音色唱腔也是无法代替的 但是最珍贵的 还是孟文卫在音乐里面的品味 对于歌曲的感觉 这是很多华语女歌手都没有的 孟文卫唱的歌曲 有很多都是摇滚风格 但是现在在听也依旧是不过时 反而可以引起更多的共鸣 41岁的孟文卫依旧很美 同时也长到了自己的幸福 她说自己一直热爱爵士 终于在最成熟的时候 推出了一张历时22个月准备的一张 英文绝世专辑 Samuel and Blanc 不要可以说 你还爱我 当抗尽朝起长落 只要你记得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